我们上次已经开始讲《万章篇》 我们今天继续讨论《万章篇》 上次我们因为要讲《万子》的全息学学说 所以我们讲了一些关于西方全息学的一些学说 主要我们以加勒玛那套观点作了一些概述 我们有这种背景的知识 我们可以开始正式讲《万章篇》的全息学观点 我们以下主要讲三点 我给大家的outline是第三 意义逆致观点 这个主要是九点四即是那一章的全息 另外就是四知人论世观点 就是十点八的那一章全息 最后就有一个负息的 就是十三点四那一章 这个不是《万章篇》的 我们就当一个负息了 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说 《与鹿经驻我说》 最后就不是《万子》讲的 这个是《鹿象山》讲的 就是和《万子》讲的观点是有些相近的 有可能是《鹿象山》 《百费万子》的思想不成的 所以我们都特别讲完 OK 我们由第三项讲起了 我开一份PowerPoint 我们是share了一个档案 就是过堂提要 那我们时间问题了 就是这次比较爽术 我们是用work来讲的 第三项《以逆节观点》 9.4章的全息 那中国哲学呢 就是讲经典的全息 是超越了经验事实 和逻辑的思考 这个就跟西方主流哲学很不同 反同是我们上课讲的 当代欧陆的哲学 全息学是比较相近的 那万子其实呢 他的经典全息呢 是很接近当代欧陆的全息学的那种观点的 比如呢 首先第一种观点呢 是用他自己的说话来讲的 就是《以逆逆节》 另外还有《知人论势》 那最后呢 就有一个附悉了 讲尽信书不言无书 我们主要讲这几种观点了 那我们先讲《以逆逆节》 《以逆节》的观点呢 就是我们引了一段的文本 就是在《9.4》这一章 就是在《9.4》这一章 就我们引的文本是比较长的 我们就这样讲大意就算了 那这里就讲一个人 就是叫做《咸幽蒙》 那就有一次问一下万子了 就关于书和诗的一些讲法 那就大概是这样 就是其实不了解那个内容都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知道这种《传逆节》 是讲什么 或者是方便大家了解 都简单讲一讲那个内容 那行丢毛呢 问万子呢 就是说 咦?以前呢 就是《诗诗》有技术呢? 《诗诗》就做过一些事情 好像不太合乎礼儀那样 或者是不太合乎人之常情那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诗诗》呢 就是他做皇帝的时候 《姚幽蒙》呢 要走去朝拜他那样 那这个就第一样 第二样呢 就是《诗诗》的爸爸 古首呢 其实都是要去朝拜他那样 那就行丢毛呢 觉得好像不太合乎那样 《诗诗》也是皇帝 《诗诗》也是皇帝那样 那为什么呢? 就是姚幣要参败啊 《诗诗》呢? 那就是万子呢 就是在这里 就是讲以逆致呢 就是想讲的意思就是 不要只是看一些 比如诗书那些 就是表面上的技术 用回自己的心智呢 去思考的 去反省的 但是他呢 那个意思是这样的 就是其实信帝和姚帝呢 就是其实不是说 当时有两个皇帝的 要是呢 就是姚帝呢 就是年纪比较大 那就找到阿信帝 去带他去管治国家那样的意思 所以在這裏就不是說有兩個皇帝 其實是一個皇帝 因為信帝是主要管治的人 所以姚帝在這裏可以說是捐不上皇帝 但因為他把那個管治權給了信帝 所以就走回軍行之禮 這就是一方面對涵歐夢的意義 另外主要說鼓手要參拜信帝 曼子就解釋了 不是一般軍臣的那個 不是一般父子的那個關係 他們都有一個軍臣的關係 所以鼓手參拜信帝就是因為他做神子的那個關係 就不因為他父親都要參拜個兒子 那這些內容我剛才說過不太重要了 反而比較重要的是 我們是不可以整體那個私書那個說法 基本上的說法就是要以意易志 就是說我們自己要思考 我們要理解 或者我們要跟進那個情況去解讀文本 這個就是以意易志 就是那個大意意思 我們再仔細些去解釋 其實以意易志有兩個意思 以意易志就是裡面那個意有兩個意思 所以整句說話都是兩個意思的 第一個意思的 這個意義就是指傳識者 就是讀者的那個觀點 這個意思就是指被傳識者的觀點 就是說要了解被傳識者 就是作者的觀點 是要通過讀者 就是傳識者 就是他自己反省 或者思考去瞭解的 那這些調度 其實如果用上次Gardem 我們概述Gardem的說法 其實都有一個事域融合在這裡 因為文本的解讀 不是只有作者的事域 或者Gardem所反對的 叫作者的原意 就是說可以完全獨立於傳識者的傳識 就是一種所謂作者原意 Original meaning 根本不存在的 就是任何作者的原意 就是作者的意思 都是要經傳識者去解釋 去打架 所以兩者就不能夠分離 所以最後Gardem說 就是應該是事域融合 就是除了作者的事域之外 還有讀者的事域 那兩種的事域融合 才是一個真正的傳識 那這個就是第一種解釋 第一種解釋比較接近傳識學的觀點 所以我個人覺得是比較好的 至於第二種解釋其實都不是錯的 不過相對來說 就沒有那麼直接 有剛才說傳識學的觀點 但我覺得個人覺得都可以的 就是以逆致的意 就是第二個解釋 就是指文本所表達的觀點 至也是指作者的觀點 這樣說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作者他們怎樣想 和實際上寫出來的文本 是有分別的 這個就是第二種解釋 第二種解釋跟剛才的第一種解釋 是有點不同的 但如果我們再仔細去分析一下 其實第二種解釋是沒有那麼直接的 所以我覺得第一種解釋是比較直接一些 另外還有就是剛才引那一段 就是一句重要的句子 我們可以看回 就是那個重要的句子 就是我們例如highlight它 故說師者不以民害詞 不以慈害詞 這次先說以逆致 是為得知 這裏最關鍵就是 除了剛才說以逆致之外 還有就是不以民害詞 不以慈害詞 這個可以說是以逆致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普通說明 所以說不以逆致之後 我們都要講一講 所謂不以民害詞 不以慈害詞的意思 這句說話的意思 其實歷來學者也有兩個解釋 我兩種解釋都去解釋一下 第一種解釋就是 文就是指文字 詞就是指詞句 就是詞和詞 語詞和語句 兩者是指言詞 就是語言文字 而是解釋回作者的觀點 即是說作者的觀點 我們是通過文字和語句去瞭解的 但是我們不以民害詞 不以慈害詞 就不要太過拘離文字和語句的表現意思 這個也說回剛才說的意義的意思 就是語言文字就是工具 最重要就是以作者的心智 以讀者的心智去打分作者的心智 這個最重要 始終文字都是一些工具 一些回解而已 這就是第一種解釋 好了 這次第二個解釋 我覺得比另一個解釋 是稍為好一些的 內涵是豐富一些 第二個解釋是什麼呢 就是文是指主觀的文章風格 比如說文才那些 文風那些 就是比較注重主觀性的 就是作者表達的情感 那些 或者個人風格那些 至於詞就是客觀的文本的言詞 這個詞就不是限於文字和語句 而是所有語言文字的表達 這個就比較客觀的 因為語言文字有一定的用法 就是一些用法 一般人都會這樣用 如果不是這樣用 就很難令人了解的 和人溝通到的 可以說是相對比較客觀的 但是無論是比較主觀的 就是文章風格那些 或者比較客觀的詞 就是文本的言詞 最重要的都是用來達至 對於作者的情思的了解 所以都不要過分拘勵 這個就是異議逆致 就是一個補充 我覺得第二個解釋是比較好 主觀客觀的兩方面都包含在內 因為事實上 所謂文詞是可以有很複雜的一些內涵在這裏 雖然作為FD回屆 但是兩方面都有的 OK 這個我們解釋了 就是什麼叫做 異議逆致 還有補充的說法就是 不以文害詞 不以慈害詞 跟著我們講第四項 就是知人論勢觀點 這個就是10.8章的詮釋 這一章的詮釋我們引了萬子的原文 這裏比較短我們可以解讀 萬子為萬張若 一鄉之善事 知有一鄉之善事 一國之善事 知有一國之善事 天下之善事 知有天下之善事 以有天下之善事為美足 由尚論虎之日 眾其詩 讀其書 不知其人 可虎 知以論其世也 事尚有也 這裏尚有 其實可以有一個 是功夫論的意思 所謂親思取有 我們有時做了實戰 除了萬子講 知言、氧氣、不動心 那些比較主要的功夫之外 其實親思取有都是一些功夫 怎樣對朋友友善 這個有如果是向上來講 就是我們的師長那些 本來上有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所謂親思取有 很多時候都是通過議員文字的 所以最後又回到經典傳譯那裏 所以跟剛才講的二逆節 都可以看成一種經典傳譯的觀點 萬子在《知人論世》裡 就是剛才讀的那一段文字 最關鍵就是highlight的這一句 就是眾其詩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虎 知以論其世也 這個意思就是說 尚有很多時候就是通過他的註術 所以眾其詩讀其書 就是讀他的註術包括他寫的詩或者是書 書這裏又不是指上書了 所以我們不加尊名號 書這裏是指一般的散文 就是文章 我們要了解一個人當然要看他的註術 好了大問題是看他的註術 其實就不能夠不知道他個人 和他所處身的那個世代 那個我們說叫做文化背景那些 這個就是所謂知人論世 知人論世 知人論世在後來一般解釋 這個可以跟原則的意思是有一定的距離 這個好像就是一些長跡觀點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那個一個人的註術 當然要知道那個作者的生平 或者他那個時代背景 那今天那些忠小惡貨款都會這樣 例如你讀一篇文章 都有交代那個作者 現在交代作者那個時代背景 這個講法呢 記住我的意思不是說錯 這個就是一般常識的講法 不是錯的 但是在萬子講知人論世 我個人覺得可以做一個 比較傳思學含的一個解讀 那個解讀我會覺得比較著重的是 講人的那個處境性 這個也是我們講傳思學很重要的一方面 比如我們為什麼呢 就是要強調講時域 講horizon 就是無論是作者的時域 或者是讀者的時域 就是我們一個人去讀一本文款也好 或者一個人去寫一個文款也好 一個就是我們表達 一個就是理解解釋這樣 但是其實他們都有不同的時域 就是因為不同的人 就是不同的觀點和角度 而了解那個人的觀點角度 就是都要了解他那個人的性情 性格 另外就是有關他的學歷等等 另外也很重要就是他處身的那個時代 就是他處身的時代 比如說文風是怎樣 或者是那個社會的情況是怎樣 這都會影響到他怎樣去寫東西 或者怎樣去解讀一些東西 所以《知人論世》 如果從傳思學去看 其實反而比較重要就是他那個處境性 就是我們把習慣是時域的意思 這裏就沒有分 就是只是作者時域就是局者時域的 但是剛才講常識的說法 我們要了解一個文本 這裏是作者的那個心情和背景 這樣好像就比較著重在作者的那個方面 但是其實那個讀者都是 令到那個文本的詮釋會有不同的 比如說他怎樣去取向 或者他本人又受過什麼的訓練 就是學術的訓練 或者他本人的那個時代是 一般怎樣去解讀某些的文本 所以其實是兩種事域都有的 所以這一點可以說是 跟剛才講的《以逆志》是不同側面的補充 《以逆志》強調就是有兩方面的 有市值 就是某一兩方面的事域 有作者的事域 有傳職者的事域這樣 那《以逆志》又被人著用說 所謂的事的技師是有處境性的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況下 有不同的理解解釋等等 那這個就是《以逆志》的觀點 好了 我們講過就是 萬子的主要傳職學的兩種觀點 跟著我們作出兩個的補充 我們用《以逆志》一和二去做一個補充 《以逆志》一就是補充萬子的兩種觀點 《以逆志》二我們主要講 《以逆志》如何解讀萬子的傳職學 好了 我們先講《以逆志》一 這裏我們為什麼要講呢 這一點就是 其實有些人講《以逆志》 講《以逆志》的傳職學說 是沒有提的 但是我個人覺得 都是有一定的關係 所以我就在這裏提出來 作為一個進一步的補充 可以說進一步的補充 對於剛才那兩種觀點 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 或者這個觀點 我們先看文款 文款就是14.3 這個就是抹章篇 萬子就是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吾於无城諾意三冊 either 成為人人無極於天下 以至人負自不仁 二何其血之流五雅 這裏萬子的意思就是這樣 他説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這個書我們加了尊名號的 這是指尚書這本書 是一般的書或一般的文章 尤其是上書這本書 為什麼這樣解釋呢 因為看下文就是 吾於武成 取以三冊而矣 武成就是上書的其中一篇 看武成就不能夠看完他只是展意詩 除了展意詩之外 還要有自己的理解 這個就是盡進書不如無書 所以跟前面講的那些全數學觀點 其實都有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這裏我作為一個故事 是作為前面那兩種 就是萬子講全數學觀點的一個普通說明 其實這一段的文本要明白 都要知道它的故事的內容 什麼意思呢 其實大致是這樣 就是萬子講為什麼盡進書不如無書 而且武成不能夠只看展意詩 要看整篇的武成篇 或者甚至上書 因為萬子就說 因為武成篇是講周武王 是怎樣討伐呢 是下下相袖的 而討伐相袖呢 打到很激烈的 死傷慘重的 但是萬子就覺得人者是無敵 也都說過了 也都說過了 所以歷史這樣的技術呢 可能不是這麼準確 它對於歷史的那個技術呢 是有一些的質疑 所以盡進書不如無書 人者無極呢 是很多人歸服的 所以周武王去討伐相袖呢 會打到血流成河 這樣這個不要介過盡進書了 這樣這個就是萬子的意思了 萬子這樣解讀文盤呢 合不合一回事了 但起碼它很清楚講出一件事 就是我們不能夠看字面上的意思的 它是一個文盤 我們不能夠看字面上的意思 所以這個可以是一個常識觀點 就是這樣講 我們不能夠看字面的意思 就是看它 譬如說它深層的意思 或者它那個時代背景 作者的深屏那些 不是我們鎮說的那些東西 譬如也都配合一個傳職者的那個 傳職的取向 譬如他觀點的角度是怎樣的 好了 這裡也可以解讀到傳職學的意思 就是雖然說兩種的視域 雖然說兩種的視域 就是有作者的視域 有讀者的視域 但是我們不能夠偏廢 甚至對於某些人 可能是一大過只是執著著 就是要了解本書 所謂客觀這樣講 我們在這裡反而要反過來 反而多注意我們自己怎麼理解 這個觀點就是用後來陸象山的說法 就是我駐陸經和陸經駐我 這兩個觀點 因為陸象山有好的發揮 我們說是順著萬字這樣講 再引用陸象山的說法再加以解釋 接著我引一段就是象山語錄 象山語錄這裡我們引了兩段 第一段比較長 但是我們看只是關鍵的說話 關鍵的說話我們highlight它 就是學九支本 陸經皆我駐腳 這個用第二段說話來講就是陸經駐我 這段說法就是說我們解讀過迫文本的時候 如果我們看得不仔細 可能就以為陸象山就是隨意地穿鑿護匯 或者斷章取義 硬硬把這些經書的觀點 報到自己那裡 這個是所謂陸經駐我 第二段的重語叫陸經駐我 但是很多人不力了 其實我highlight這一句 還有一個條件的 講陸經間有駐腳的時候 還有條件的 就是學九支本 才是陸經皆我駐腳 那支本的意思呢 就是知道經典的那個根源 那個本源 因為所有的經典 如果從儒家國講 最重要都是 將人的本心反映出來 所以你如果了解到我們人的本心 你如果了解到仇 無論什麼經典都好 都是存息等 或者在住息等 就是我們的本心 所以學九支本 這個條件很重要 能夠學他知道本 才是陸經皆我駐腳 不是隨意講的 至於第二段更清楚了 就是陸象山不是只講六經駐我 而是同時講相反的 我駐六經 那這裡我們要看第二段 比較短我們可以整段看一看 都是在象山語錄的 但是他問先生何不住書 就是有人問我六經 為什麼不寫書呢 那應該去計止了 就是稱一下陸象山為天山 所以六經駐我 我住六經 為什麼不住書呢 因為其實我不用寫都可以 因為陸經都是寫我的東西 所以陸經駐我 我住陸經 這個講法看到陸象山 其實不是只講陸經駐我 同時講我住陸經 所以這裏就很有前面講的那些 就是傳職學的意思 或者加談的講法就是 陸經駐我呢 就接近所謂 傳職者事域 就是讀者事域 就是我們讀銀館呢 就是質問了我們自己怎麼看 這個是陸經駐我 但是不要忘記陸象山同時講我住陸經 就是他還有陸經 就是作者的事域在裏 不是說就是講我 還講那個文本 所以陸經住我的同時 就是我住陸經 所以陸象山呢 他是兩邊都講的 就是講陸經的事域 同時都講作者的事域 所以他是沒有偏僻一方面的 但是當然相對於 就是如果我們講同時期的 譬如是程珠河派 程珠河派就比較著重 就是講我住陸經 譬如是朱治那些 很著重的就是 除了說義理方面 也很著重譬如是笨古那些 要解釋的是作者的本意 我們講中國之後 我們不講作者原意 我們的作者本意 雖然作者他想講什麼 你不可以傳職者 但是總有一些事情 我們覺得是作者想講的 這個叫作者本意 程珠河派包括朱子那些 就比較著重去了解作者的本意 或者加特曼叫作者的事域 但是相對於講上山 就是用萬子講法 就是繼承萬子講法 或者發揮萬子講法 就是盡信書 則不如無書 就是如果你只是看一本書 怎麼說 就是不要看書了 就是這個著重 就是說不要著重作者的事域 還有我們自己的 我們解讀經典 不能夠沒有了一個我的 所以在這個二月 相對於程珠河派 你可以說是 像山所代表的黃河派 是比較側重的是 陸經著我 就是傳職者的事業方面 這就是我們對於 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 這種觀點的解釋 這個解釋可以看成 就是前面的那兩種觀點 進一步的一些普通說明